布立屏東醫院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設置急鎮綠色通道 讓患者轉折免去繁瑣的就醫流程 能以快速通關的方式 獲得及時有效的治療 近期兩家醫院就透過綠色通道 及時挽救一名屏東膠農的生命 屏東醫院召開記者會分享這個案例 因為這個肝臟腫瘤出血 原則上還是需要使用血管攝影 透過那個動脈栓栓 才能做一個更確實的一個止血動作 所以我們當下其實在開刀坊 已經發現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有我們的行政人員 趕快跟我們高一那邊的團隊去聯絡 去聯絡後續是否能夠透過我們這裡 其實我們布立屏東醫院 跟高一一直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我們不管在腹部的急症 或是其他的一個困難手術 當這邊的設施設備 需要說高一的一個支援的時候 我們就會啟動這個所謂的一個綠色行道 屏東醫院表示 膠農因為被整串香蕉急症腹部 感到腹部疼痛 嬰兒就醫 到院時病人已出現心跳過快 即意識間趨遲鈍的狀態 進入失血性休克第二期 醫療團隊幫患者檢查後發現 有肝臟大面積絲裂傷 隨即安排病人進入開刀房 進行剖腹探查手術 意外發現肝臟有超過10公分 大型惡性腫瘤破裂並持續出血 利用外科填塞術先行穩定病患生命真相後 再轉往醫學中心進行緊急血管 射隱急動脈栓塞治療 在兩院合作搶救下膠農目前恢復狀況良好 屏東醫院表示 為讓醫療服務品質能與醫學中心同步 一年多前推動與高醫的綠色通道 讓兩院醫師能在線上及時討論 病人能順利且獲得最完整的緊急治療 醫院未來將持續與高醫生化醫療合作 讓皮諾民眾也享有高水準的醫療服務品質 記者張磊衣 柳建榮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